有高層打壓你,不讓你度期去拍一些內地劇 馬俊偉有沒有這樣的情況? 馬俊偉 其實我公道點說 我想其實這個可能是方向的大家不認同 因為可能我現在過了一年多 其實我自己是很愉快的 到現在也是 也在內地得到很多機會的東西 其實我就真的很快樂 但是你說我在想當時的確是 是有為了一套《見源風雲》 《小明哥》那一套 其實事情是兩體的 接這套戲回來的 是當時幫我的娶姐 而我們一接這套戲 我已經知道我不是主角 我們完全知道 我在裡面飾演劉永聰一個和尚 大概在50集裡面 我是佔24集左右 胡君是第一男主角 吳月是第二男主角 我那個角色你大概可以叫第三 我已經知道了 一早 但是問題是 我有一次和小明哥吃飯 將這個工作還沒refer回去的時候 和我小明哥吃飯 然後知道 我又覺得 我又很想拍一下小明哥的東西 即我想拿一個經驗 因為都要為自己 如果在內地繼續發展 你都要為自己去吸收多些經驗 因為我很想拍小明哥的東西 而來這裡是一億二千萬的投資的製作 這麼大的成本 我也想學東西 當時公司他們有一個想法 就是覺得 他們覺得 你不應該接這個位置的戲 應該接第二、第一 第二、第一 第二、第一 你說是否完全不是為我著想呢 我不會這樣說的 我某個角度 我看到他們的立場是什麼 我不可以說他們不是保護我 但是只不過我覺得 有時候 作為一個演員 或者一個藝人 我不可以永遠都咬定 某些位置的事情我先做 要走出第一步 你才有第二、第三步 Exactly 還有有時候 我們不是說 如果一個角色好的 我不是一定要做男一號 男二號我都可以做 譬如說這次 剛剛另外之後 我拍完一套叫鴛鴻沛 他們給我劇本的時候 原本找我做真真正正的小說裏 本來講的那個男一號 一個很好的人 但是那個男二號呢 就是我現在選擇做那個 就是一人分飾演兩兄弟 又正又邪 很多發揮機會 當時我很感激這個老闆 他是讓我選擇 你要做誰 或者 我一定做這個 但是這個 如果在定性上 我們是男二號 你把劇本全部給我看 他還是男二號 我頂多叫做 你這套劇應該是雙男一 但是我不介意 你將他定性為男二號 但是我寧願做這個 因為你要我做那個男一 我不會做 又是要我做 很純正的好人 我處理不了 我怕悶死觀眾 所以你就為了見完風雲這套劇 就寧願放棄 就是從TVB繼續做藥 或者提早完結合藥 其實這個只不過是其中 其中少少東西 我覺得另外有很多東西 不不不不不 死爺 其他東西我覺得 可能最主要是那個大環境 那個management的環境 不是太適合我 因為我很多東西我很想做 但是我的supervisor 就是Human他們處理不了 因為他實在太慘 你不可能同時間 你處理到這麼多個 好啊